它這隻蒙農鵲 喔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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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冰塔妹 喔喔喔喔喔 漂亮喔 哇這隻 對阿魯 大 喔 蜜少咧 哇 哈囉 我是樂愛霸蛇常名 我農業 很久沒看到霸蛇離子了 對 那這次有一個很特別的企劃 因為在某一天的時候 我拋棄了離子跟農業 跑來桃園這邊偷跑 然後就遇到一位釣柔 永威 嗨 大家好 他們家有管理池 那底下有很多鱸魚 因為爸爸身體不適 所以呢 最近這個管理池可能就要收起來 那藉由這次的機會 我就把鱸魚 特地搬家 當然講到巴士 我們就會想到什麼 阿摩 都會霸雅嗎 哈囉大家好 我是HUR測試爺 胡玉婷 阿摩 欸 我準備了一些 小東西 比較簡單的 一些裝備 要給我們永威 提升它的戰鬥力 我們有HUR溪谷獵人的硬耳 然後我們的PE線 霸雅盒 紫扣 對 那這個等一下我們可以使用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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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們今天來試試看 今天可以釣到多大的鱸魚 還有多少鱸魚呢 OK 那就讓我們 來GO 像這種 沒來過的場 那會推薦用什麼 不然我會推薦用Spinabe 或是用雞頭弓 這兩種釣竹呢 是比較可以直接搜索全泳層 但是因為你不知道 場地有沒有什麼障礙的時候 你要Spinabe就是我們所謂 複合式亮片 效果會還不錯 那等一下我再用給各位看一下 那我今天 因為這個場 今天還蠻涼快的 而現在鱸魚活性應該不錯 所以我會先用這個水錶的 波爬 來做一個開場試試看 看它對水面上的一個效果好不好 那如果水面我們搜尋一下 如果沒有什麼效果的話呢 那我們再來換其他泳層試試看 那這波爬呢 一般我們的操作方式就是 你把線收紙 然後往外抽一下 它會有一個水花 像是小隻的魚起來吃鵝那種 小水花 啵啵這樣子 鱸魚它會喜歡貼在結構的暗處 所以你用聲音的話 會吸引它起來 那另外呢 因為鱸魚它是全泳層的魚 所以呢 即使它有時候貼在水底下兩三米的地方 但是它看得到水面上有聲響 或是什麼動作的時候 它會從下面起來追 那我一開始跟各位介紹 就是說如果到一個新環境的話 你不知道魚在哪裡 要是你要釣的是巴士 有可能會有泰國鯉魚這些 其實Spinna Bay呢 這種它的全泳層效果是不錯的 那你選擇的呢 重量 在你的同樣的速率上面 如果重量越重 它當然層的速度會越快 可以控制你的泳層 那我們今天這個位置呢 不知道它的泳層多深 大概兩三米三四米有可能 所以呢我會選擇這種14克的 比較重一點的 然後來去先從下面 然後慢慢往上抽 那我們使用的呢 上面的亮片 其實對它的泳層的動作來說 也會有差別 它的迴避率很好 而且呢 它又容易使用 好 那我們現在換了Spinna Bay 這個 那只要出去 然後你要平收 控制你的速度就好 你的速度穩定 那你的耳就會在同個泳層 那我們可以看一下它水中的動作就是這個樣子 那我們可以看一下它水中的動作就是這個樣子 上面呢就是它的潛爪亮片 下面就是一點點子的動作 它正式摸摸的Trip 有拍到有拍到有拍到 有有拍到有拍到 嚇死人 沒有這個效果 被我講了 43名 就是有用 哇 我炸Spinna Bay 喔 哇 Spinna Bay 漂亮喔 哇這隻 哇 MegaBoss喔 蠻不錯的 有有有 Spinabe Spinabe 這個一下 帥 鱼棒 有喔 啊 這邊邊 有了有了有 有 喔大了大了大了 嗚呼 哇 跑掉了喔 跑掉了喔 跑掉了 這邊障礙真的是 咚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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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咚咚一樣 哈哈 啊釣魚 哈哈哈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巴毒 漂亮喔 喔 打罵 打罵打罵 耶 好 打罵 放回去 嗚呼 有了 水鬼 嗚呼 啦啦啦 你看它吃超編編的 OK BYE 歡迎新爐入袋 對啊 每一隻都頭好壯壯 嘿嘿 帶一隻魚回來了 你看 老闆這個配梯尾 30公分左右 這有什麼東西 落水接走 哇 回不來 看來是汪流 對啊 還沒看到喔 好厲害喔 老師的線是哪一口的啊 是鼓獵人 哇靠 探仙線 好猛喔 這隻一號的 一號 一號 一號咖黑牛 靠眼的 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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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倒了倒了 哇 整隻的 脫離水面 然後翻身它就輸了 這樣它就輸了 嫩 OK 大家辛苦了 老師辛苦了 然後呢 還有 後來也來協助我們的 鴻大哥 鴻大哥 那我們就來看一下 今天大家 鎖掉的 到底有多少 老師 來幫我們揭曉一下 哇 不少咧 我整個人都被水不見了一聲 二四六八十四位 十位 十位 哇 我們釣一下下而已啦 好像大部分還是 還好有請老師來 意氣相近 大家都有 幫我們一班家有沒有什麼樣的 特別注意的地方 任何魚都一樣 你的密度不要太急 不然它有時候在運送過程中 碰撞會產生會受傷 是 所以像這樣密度還可以 那我們裡面會放這個冰水 我們盡量讓水溫在二十度左右 冰冰涼涼的 這樣子我們對魚來說 它一個水溫低 它會比較穩定 太陽量也會比較高一點 然後在運送過程中 我們記得要打氣 哇 水不用太滿 有蓋過去它的背脊 以上一點點就可以了 哇 不愧是 鱸魚專家 你覺得拉力咧 當然你這邊是從小到大的 所以它的拉力跟舊耳的方面 一定會比一般那種 剛能供養的那種有差別 是是是 其實我們看到體態 就知道它非常的漂亮 來我們看到這個 頭部這邊會比較凸一點 然後整個體態就是會不會像我們一般養的 就是短短 然後肥肥嘴巴小小的 是是是 就是這種管持的 你看這種野生 讓它自己大的嘴巴都很大 欸真的餒 嘴巴都很大 嘴巴都很大 好漂亮喔 好那我們就讓它去它的新家 對 最後的時候 我們也是希望大家能幫 我們的永威的爸爸提起 底下寫 祝永威爸爸身體健康 OK 那到最後 跟大家說說拜拜吧 拜拜 拜拜 有了有了 中午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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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好啦 這就是我們今天的影片 如果喜歡的話 請記得訂閱分享 按小鈴鐺喔 謝謝